在广东佛山禅城区的珠子街 微雕 藤边 陶艺 砖雕 木雕 诗艺 剪纸 纸铺 彩词 刺绣 等十二种具有佛山特色的非以手工艺作品 在中秋节集中与游人见面 把中秋佳节印上浓浓的岭南味 74岁的何信老人是佛山民间手工艺 纸铺的国家级非以传承人 纸铺艺术是国家级非以代表性项目 佛山秋色中最独具特色的部分 相声秋色技艺 先有一层层 用纸念了 念细节点 都不会黏个毛 全毛方便 在已经做好的各种模具上 将纸一层一层用水粘上去 用纸来仿造各种各样物件 以及传统节日秋色寻游作品 将人们以纸或辣浇为原料 通过一双巧手把生活中的各样物品 制作出真假难辨的复制品 和信老人的女儿也在学习纸铺艺术 以一种家传的方式让这门手艺传下去 直铺制作过程看似简单 但是艺术的造诣通常在天分和时光中彰显精华 中秋月饼也以一种绝活的方式 展现在这一面的中秋夜 来 过筷筷